高雄市政府通过高雄车站追用区4与5 也就是位在车站西南及东南的台铁行空中心 与铁路警察局的都市更新计划案 高雄市政府将与台铁合作结合长明派出所商事用地 以大众运输导向模式共同开发三块区域 除了会整合警阵办公场所 更会设置人形天桥连接车站追用区 来复兴高雄车站商圈 未来这个除了行空中心 台铁会回到他本身的车窗区以外 铁路警察局跟长明派出所 我们会集中调配到车窗市这一边 透过合作开发公办杜根的方式 将这个人形徒步能够更为缜密的链接在一起 让这个中间商业旅馆大楼 以及车站本身引进的人潮 能够顺着这三块土地 那个串联到周边的商圈 联合开发后 车砖4与车砖5的建物都将以天桥 与车站专用区做连接 地面设人形徒步区串联至建国路 建物下方设置地下停车场 满足停车与购物需求 车砖4与车砖5的土地 它还要担负市周围会有大概市民的退缩空间以外 那还要连接这个车站本身的天桥 那另外在公共停车的这个部分 我们界定就是法定停车位的0.4倍的公共停车的量 未来要在这两块基地里面去满足 景观冲击的这部分 三块土地包括市府的这一块商业商市土地 这三块全部都要未来开发的时候 都要经过都市设计生意 高雄车站周边商圈都因20年的车站工程 逐渐没落 通过这一都市更新计划案 等于宣告长明商圈与建国路商圈 可以透过天桥引入车站人流 帮助商圈复苏 让民间能够来投资采用TOD的方式 我认为这对整体周边的开发会是好事 而且因为之前其实我一直在咨询 我认为说 整个火车站跟周边的连结性并不够 那也因为要透过这个都市更新 后续可能会有一个天桥的连接 我认为说这个对整体的发展绝对是好事 对三民区的发展也绝对是好事 虽然都市计划通过 但还有高铁进到高雄车站的工程案 可能接续影响商圈发展 商圈复苏的骑程可能还有变数 记者 吴佩山 高雄报道